今天是农历的9月13 是24节气中的寒露 寒露是一年中第一个寒字头的节气 时季节有两转寒的过渡节点 此时已是深秋 秋风速沙 天气寒凉 人在这种环境下 很容易受寒邪入侵而治病 所以老人提醒寒露做三事 无习也天福 三件事分别指的啥 有没有道理呢 一四季轮转 天人合一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春分之后地面阳气升腾 夏至时阳热至极 转升为降阴气萌升 就是夏至一阴升 到了丽秋节气 地面上的阳热之气下降 到寒露 霜降二节 阳热以大多降至地下 所以西北方雪居明显暖和 到冬至阳气沉入地下 深井中水变的温暖 人居自然当中 自然也不能摆脱它的影响 所以在春天阳气上行时 人体多上时下须 常会感觉到倦怠乏力 到了秋冬季节阳气下沉 万物的根 体弱之人也会感觉精神不少 皇帝内经中说 阴阳似使者 万物之中时也 死生之本也 一年24个节气 按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 及黄道来划分 太阳垂直照射 赤道为黄金零度 也就是春分点 沿黄道形15度为一个节气 一圈360度 共24个节气 清末中医彭子义先生曾说 节气与节气之间是华丽的 宇宙大气 交结避遇而后通 所以在不同的节气 就要做相对应的事 做对则节通 缩则抑制节育而埋下病根 寒露做三世 无喜也天福一世炮脚 老话说白露不露身 寒露不露脚 寒露时节 天气明显转凉 大地上的阴寒之气日盛 秋风速杀 此时应该注意预防寒邪伤人 尤其要注意足部保暖 所谓寒从足起 足部离心脏最远 又直接接触地面 很容易受到寒邪侵袭 特别是体虚之人 寒露之后会经常感觉凉脚冰凉 古代体虚之人 每到这时候都会用炭火来烤脚 称脚暖浑身热 烤脚容易致局部皮肤均裂 想脚暖倒不如炮脚 老人们常笑说 富人抛钱吃补药 不如穷人泡泡脚 以温热的水浸泡双脚 可以驱散寒气 温暖全身 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提高对皮肤的营养供给 利于缓解秋躁 同时炮脚还能改善睡眠 健脑强身 炮脚可在十八晚饭一小时之后开始 每次20分钟左右身体发暖即可 二是石芝麻寒露节气 是秋金支气隐藏 冬水显现之时 这时候天气寒而干燥 人很容易感到缺水干燥 古人认为人体水气不强 则天轨结 容易导致齿松发脱 在古代的北方很多地方 都讲究寒露节气时芝麻 在古代芝麻又叫胡麻 人称八谷之冠八谷之中 为此为良 本草纲目中讲芝麻补五内 义气粒 肠肌肉 甜髓脑 入浮 轻身不老 民间俗于野讲 脚把黑芝麻 百岁五白发芝麻绿豆糕 一秋不长包 本草纲目中说 若取有以白者为胜 服食以黑色为良 生芝麻油性大 不易被吸收 炒后带有火气 一放之后在时 得配本草中称 黑芝麻入补 蒸晒最佳 浸巢倒是葛红豹脯子中血 胡麻三斗 蒸熟后晒干 以水去墨再蒸再晒 如此反复九次 炒香 打成粉末 用白蜜或枣膏调和 制成小丸糊枝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 曾多次向有人推荐 九征之胡麻称 此乃长生药 绝三加减一 老人们常说春午秋冬 四季没病 认为秋天冷一些好 但此时大地上阴寒气重 盲目的秋冬很容易使寒邪入侵 寒露时节 古代人比较推崇薄衣法 是指在天气转凉之时 可以慢慢加一 以增强肌体抗寒能力 也使人体的毛孔处于关闭状态 寒邪不易入体 这种方法 对体弱者预防寒疾特别有效 薄衣法不是让人挨动 而在试穿衣时 以身上不出汗维度 随气温的高低和运动情况 及时加减衣物 避免发生大寒整体 汗孔大开这些情况 避免风邪寒气入体 简单的说 就是薄衣法 就是渐凉加一 渐热减一 加之不汗 减之不寒 结语 寒露节气是大地有凉到寒的转折点 做对三件事 就算短时间没有大喜之事 体贱心安也是福 井文化井井传统井井寒陆井